許家瑞是少數我碰過 不吃螺絲的講話關於 不吃了 妳講一件昨天 或者是個禮拜的事情 好 昨天做的事就是 我答應公司 幫他們客出來一個他們新的劇 裡面演一個 所以妳生活中 到底有多少人是對於妳 是處於放棄的在聽妳講話 其實很多人 像妳剛剛講的爸爸 我每天要出門前 我爸就說 要不要一起吃... 我爸就說 家瑞 要不要一起吃午飯啊 我就說 爸不進 我來不進去 我要上課 我要走了 他就說 蛤 他就這樣 我就跟妳吃午飯 今天都有水餃 有什麼 我說我真的來不及 我每次都知道 快點...讓我走 他說 什麼 我講的是水餃 妳說什麼 我爸就很... 對不對 我相信客人 然後我媽從廚房可能 走出來 我媽就說 妳講話不要那麼衝好不好 客氣一點好不好 我說沒有 媽 我真的很乾很急 我真的來不及了 我要走了 可是妳上課學生聽得懂 妳在說什麼嗎 對... 我覺得他們要適應 我教書教了15年嘛 所以學生想要抄筆劍 最後就妳知道畫一個問號 沒有 妳是她朋友嗎 好鄰居 我們怎麼變成朋友的 已經...過去都是久仰大名 不講昨天的趣事嗎 我們互相暗戀 我們互相暗戀很久了 對... 妳真的會製造畫質嗎 妳是沈玉玲第二啊 對 我想要是... 妳們的交情是會到對方家裡去 喝下午茶的那一種 他直接在面卸妝妳覺得怎麼樣 妳們可以找她來卸妝看看 她卸妝怎麼樣... 超美的 妳要不要來卸妝 不 謝謝 好 妳是要講昨天發生的事 或者這個禮拜發生的事嗎 我昨天就... 沒有來卸妝會越來越快 沒有 我昨天去吃了一個火鍋 然後就非常神奇的 從這樣變成這樣講完了 好像要解釋這件事情 對...因為我來這裡我好緊張 我心裡想 如果是大S來代班的話 那應該可以安全過關 結果是小S 小S 不是 我正想問你 手上拿的是什麼 是我的書 不是 高中剛剛去美國第一個學習 因為那時候你知道1981的時候 就看起來就很像一個很怪的人 然後還唱了 然後我念的是一個私立的女生的學校 大家都是貴族 那剛去的前一 兩個 三個月 每次我走在校園的時候 妳過來 妳就演外國人 對...妳就說很怪 其實防禮影 妳就說她很怪... 防禮影是防禮影 然後我就不... 走 然後很多次... 有一次我受不了了 就剛去前三個月 來 你再罵 來 有一次 那也是誰什麼東西啊 你跟我走 我就這樣就罵 用中文 對 用中文 因為我會用 我覺得這個打扮才比較像她 她應該出現的 因為我今天特別為妳 香蕉蠟 怎麼樣 走秀... 我兩三年前 我跟那個賀群蓮 對 合作過 那個時候她才剛出來當主持 是... 我那時候才嚇到 妳有沒有欺負她 我沒有 我哪有 我哪能欺負她 妳那麼大排 她沒有欺負我 她只是從來沒有讓我們看過 她站著的樣子 她一直坐著嗎 對 她都坐著 她不能站起來的 我覺得有一個梁賀群的故事 還滿精采的 什麼 她說那個 有一天羅姐突然打電話問她 問她什麼 然後她說 某某某是不是妳的女朋友 她說如果... 對啊 那個是什麼事 沒有...她就是... 沒有 她不是打電話 就是在錄影的後台 然後羅姐來了 她就直接說 我跟你講 最近有一個誰誰出去說 跟妳在一起 就說那個人是真的還假 如果不是的話 我把她嘴撕爛 我就說 我說羅姐沒有 她是真的 為什麼要把她嘴撕爛 因為我一直以為 梁賀群跟Makiel的 梁賀群跟另外一個人 我覺得那個人一定是假的 然後我就說 她一定是假的 我說羅姐是真的真的 那以後我收斂一點 我對她好一點 所以如果是真的 妳就會對人家很好 對 真的我就會對人家好 如果不是真的的話 我就說妳這不要臉的東西 妳根本就沒有解 妳會直接跟她講嗎 會啊 會 會 所以如果那個人 不是妳的女朋友 衝著羅姐說 要把她嘴撕爛 妳也會承認囉 不會 我會跟羅姐說 羅姐那個人不是 可是可能她沒有什麼惡意啦 算了...這樣 對...她會這樣子 妳救了好多人 是我們都知道的人嗎 所以她主動跟妳講說 我男朋友是梁賀群是不是 我忘了 沒有 可能是 可能是上節目人家有問到她 然後可能不知道怎麼樣 然後羅姐就覺得 對 我就很關心她 應該不是她自己講的 她說她跟曲家瑞做朋友 結果曲家瑞有一次被她傷害到 衝出他們家 不是 我跟妳講 有一次她就到我家做客 然後那個時候她才剛 踏入演藝圈沒多久 然後她也才剛玩臉書沒有多久 那我在臉書上有一下子 比她早一點點這樣 她就很高興地問我說 妳有玩臉書嗎 我說有啊... 她說那妳有多少個人 因為她已經有四五百個人 她覺得很棒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結果她馬上就說 真的啊 然後我也沒有發現有異狀 她說我出去買泡芙 她說我要出去買泡芙 妳剛剛不是說妳很喜歡吃泡芙嗎 我馬上去買 我說不要嘛 那麼晚了 天氣又冷 又有點下雨 妳幹嘛一定要出去買 凌晨12點多 快要1點囉 她說沒有 沒關係 那家泡芙店我知道她還有開 我一定要去 對 對 沒有 我告訴妳 重點是我去買泡芙 從她家到順程 來回大概20分鐘吧 結果她去了一個小時 妳知道我當時在外面這樣怎麼樣 我一直離開家 我就... 我就這樣 什麼東西嘛 對妳那麼好 把妳誇成家 妳竟然跟我講說五六萬算什麼 然後我就講說我要回家 我回家... 可是到了我家之後 我是沒有帶鑰匙 我進不了我家 因為我帶鑰匙不在她家 妳回家了 我就要回家 我就不想回去了 我就想回家了 妳為什麼這樣 沒有 我不在意 我只是說她為什麼沒有 妳是說她很臭 對 她很臭屁的說五六萬算不了什麼 而且一邊戲都一樣算什麼 真的是很冤枉 楊過群就很幼稚 她就是個小女孩 是跟朋友講話講到受傷就 她都不知道我受傷 而且那天外面冷冷的 主要是這件事情 沒什麼好受傷 對啊 這有什麼好受傷 我以為她會說 家瑋 這沒什麼 我教妳 我跟妳講 我是這個意思啊 妳沒有 妳們記得妳說的 我這次上微波的時候 我看到小S的粉絲為什麼 我說小S有九萬多人 然後就走過來 羅姐 九十幾萬不是 九十幾萬 妳看嗎 妳看我瞎不瞎 那是兩個生氣的要走了 妳們就去買泡布 不是 妳就去買泡布 妳有一個曖昧中的人 被媽媽嚇退喔 是什麼狀況啊 那個就今年暑假發生的啊 媽媽真的跟對方問說 妳打算... 因為就暑假的時候就有一個 就覺得好像還不錯 她結果來找我 就在我工作室 妳知道我工作室地下室嗎 圈外人 對...因為我工作室在地下室 那我爸媽都... 不會下來 幾乎都不會 因為他們不想來 因為裡面很亂嘛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很安全 結果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我媽就要找我 她叫到地下室去找我 那一樓有個管理員 我通常都跟管理員講好 比如說妳去管理員 我就說老梁 她一定要演對手心 妳一定要 因為老梁 我就說老梁 我跟妳講喔 不要讓任何人下來 那那天就是我媽就急著找我 就坐電視到一樓 我就問說老梁 家瑞有沒有看到 她竟然說剛剛回來 老梁違背了 因為我剛剛錄影回來 她忘了 我剛剛錄影回來 可是這個人已經在下面等我了 我想說下去換個衣服 我們就走 重點是 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衝著走上去 可是我媽已經離開那裡了 已經離開現場 我就衝到會堂 我說老大 你搞什麼東西啊 我已經跟妳講過 這是我最後一道防線 我最後一塊進途 妳為什麼要讓我媽媽 妳真的跟管理員講說 這是妳的最後一道防線 最後一個進途 我說我已經講過了 不準 不準 你為什麼還要 然後她就說 二小姐 我真的 我真的不是 二小姐 妳還怎麼講 妳沒有辦法別拿這樣 妳聽我講 重點是我這種人來得快 妳知道我們來得快去 快滿兇 我就一罵完 我就走過來 我說不行 我就走回去 我說 老梁對不起 我剛剛不是故意的 我們這麼快 結果就 我說就不要想想這件事情 我說我自己知道 我就溜下去了 他現在應該是老梁就搶吻他吧